制作试拉叉辣椒酱的汇丰食品公司 从2012年起便遭到所在城市 Erwindale的部分居民抗议 表示受不了这家公司所发出的辣味 Erwindale市府在昨晚针对居民的投诉 举行公听会 以决定是否要把汇丰食品公司 宣告为公害 不过最后市议会的表决结果 则是暂缓对此做出决定 让汇丰食品有机会做出改善 这就是星期三晚间 Erwindale市府针对部分居民投诉 生产式拉叉辣椒酱的汇丰食品公司 发出恼人辣味的事件举行的公听会 在听取了居民对汇丰的抱怨后 Erwindale市议会投票的结果 暂时没有决定是否要把汇丰食品公司 宣告为公害 而是愿意提供汇丰多一点时间 让他们与南湾空气品质管理局合作 找出解决的方法 面对来自Erwindale市议会 以及部分市民的挑战 汇丰食品目前所采取的对策 仍然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 前来他们的厂房参观 并且告诉他们哪里还需要改善 汇丰食品的创办人陈德 今天接受本台的专访时 出示了他们在昨天公听会结束后 在今天所发出的声明 继续邀请公众前往参观他们的厂房 在汇丰的邀约下 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人 参观过他们占地65万平方英尺的厂房 汇丰从2012年起 才陆续从Rosme 迁移到Erwindale这处新盖的厂房 在整齐干净的自动化机器操作下 陈德表示他们已经竭尽所能 在改善腊胃的问题了 针对这一点 我们每天都不停都在改良 今天有今天的环境 是经过很多长时间的改良 而不是一下子买这个设备就可以的 针对汇丰的腊胃事件 下一次公听会的时间是4月1日 汇丰的律师表示 南湾空气品质管理局的测试报告 事关重要 18台新闻 黄明怡张义睿 Erwindale采访报道 ifi之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